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重新躋身全球十大最有价值公司之列,对人工智慧AI的持续乐观情绪,推动该公司股价升至创纪录水平。 3月上旬,台积电股价上涨14%,市值达到创纪录水平至6340亿美元。 台积电市值由于高于博通,使该公司自2020年以来首次重返全球市值前十俱乐部。 摩根·施丹利和摩根·大同的分析师预计,随着人工智慧相关营收的飙升和强大的定价权,台积电股价将进一步上涨。 投资者对生成人工智慧的狂热,最近推动了全球晶片股的上涨,但辉达则因获利回途而录得9个月来最大跌幅。 包括查理·创在内的摩根·施丹利分析师表示,生成是人工智慧半导体,使台积电明显的增长动力。 他们表示,该公司的海外扩张也有助于缓解地缘方面的担忧。 得益于全球人工智慧发展的浪潮,抵消iPhone销售放缓的潜在影响。 台积电在2024年前两个月的营收同比增长9.4%,至3974亿新台币和126亿美元。 包括摩根·施丹利和摩根·大同在内的一些投行,最近将该股的目标价上调了约10%。 期权市场显示,投资者仍看好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 根据Bloomberg汇编的未平仓合约数据,看跌看涨合约比率降至一个月低点, 暗示期权交易员买入看涨合约,多余看跌合约,尽管该公司股价不断创出新高。 2023年,生成是AI的快速增长,使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布局相关产业链产品和技术, 而Marvel也将重点放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上。 过去的一年,尽管运营商基础设施和企业网络等其他业务出现下滑, 但Marvel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AI业务仍实现强劲增长。 同时,在算力需求不断上升的推动下, 先进晶片工艺成为各大厂商的新决主点。 相较于之前的5奈米和3奈米工艺, 2奈米晶片在效能、功耗、面积以及电晶体密度等方面都将有显著提升。 这样的技术进步对于云端运算和AI来说至关重要。 云端运算需要处理海量的数据, 而AI则依赖于强大的运算能力进行深度学习和推理。 近年来,作为领先的网络晶片供应商之一, Marvel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系列收购实现的。 2021年,Marvel以11亿美元收购Innovium, 以增强Marvel的企业能力。 于2020年,以100亿美元收购数据中心晶片供应商Infi, 以及2017年,Marvel以60亿美元收购企业晶片供应商Cabium相比, 此次收购规模较小。 值得一提的是,Marvel通过收购Cabium的Arm似伏器晶片, Iquantia以太网连接,Infi模拟晶片等公司, 也将公司业务聚焦在高运算和企业基础设施服务市场。 目前,Marvel的业绩由其数据中心部门引领。 在数据中心内,人工智慧解决方案需求强劲, 这也是该公司希望看到未来增长的领域。 3月上旬,Marvel公布了其截至2024年2月3日的2024财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财务业绩。 2024财年营收为55.08亿美元。 其中,2024财年数据中心市场营收22.17亿美元,相比上年下滑8%。 运营商基础设施市场营收10.52亿美元,相比上年下滑3%。 企业网络市场营收12.28亿美元,相比上年下滑10%。 消费者市场营收6.22亿美元,相比上年下滑11%。 汽车工业市场营收3.88亿美元,相比上年增长9%。 Marvel总裁监,首席执行官Matt Murphy表示, 人工智慧AI推动了他们数据中心终端市场收入, 环比增长38%,同比增长54%。 作为加速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关键推动者, Marvel完全有能力利用这一巨大的技术变革, 并继续保持势头。 展望2025蔡年第一季度, 他们预计数据中心收入将持续环比增长。 他们为人工智慧应用云优化的晶片出使出货量, 将补充他们的电光业务。 虽然他们预计需求疲软, 会在短期内影响消费者、运营商基础设施和企业网络, 但他们预计这些终端市场的收入下滑将在第一季度之后结束, 并预计在本财年下半年出现复苏。 在此背景之下, 晶片设计大厂Marvel于3月中上旬发表新闻稿称, 其正在扩大与台积电之间长期合作关系, 将开发业界首个针对基础设施优化的2奈米半导体生产平台。 Marvel称, 其2奈米平台背后是该公司业界领先的IP产品组合, 涵盖全方位的基础设施需求, 包括速度超过200Gbps的高速长距离, SERDA, 处理器子系统, 加密引擎, 片上系统结构, 晶片晶片互联, 以及用于运算、记忆体、 网络和存储架构的各种高带宽物理层接口。 这些技术将成为生产与优化的定制运算加速器, 以太网交换机、 光纤合同互联、 数字续号处理器, 以及其他为人工智慧集群, 与数据中心和其他加速基础设施提供动力的设备的基础。 Marvel首席开发官Sandip Bharati表示, 投资互联和先进封装等平台组件对于加速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平台层面的突破, 可以缓解阻碍整个系统效能的数据瓶颈, 并降低用于运行多晶片解决方案的成本和上市时间。 最复杂的应用程式, 明天的人工智慧工作负载, 将需要在效能、功耗、面积和电晶体密度方面取得显着和实质性的提升。 2奈米平台将使Marvel能够提供高度差异化的模拟、混合讯号和基础IP, 以构建能够兑现AI承诺的加速基础设施。 他们与台积电在5奈米、3奈米以及现在的2奈米平台上的合作, 对于帮助Marvel拓展锡基础的边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积电业务开发高级副总裁Kevin表示, 台积电也很高兴与Marvel合作, 开创一个平台以推进他们的2奈米工艺技术的加速基础设施。 他们期待与Marvel继续合作, 利用台积电一流的工艺和封装技术开发领先的连接和运算产品。 Marvel凭借其5奈米平台从快速追随者转变为将先进节点技术引入基础设施、晶片的领导者。 Marvel已经推出了多项5奈米设计和首个基于台积电3奈米工艺的基础设施晶片产品组合。 Barzi表示,他们采用模块化方法进行半导体设计研发, 首先关注合格的基础模拟、混合讯号、IP和可在各种设备中使用的先进封装。 这使他们能够更快地将工艺制造、进步等创新推向市场。 总体来看,Marvel这次宣布与台积电扩大合作, 共同开发业界首款针对加速基础设施优化的2奈米晶片生产平台。 这一举措无疑指在顺应数据中心和AI领域的未来发展。 在AI复杂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对效能、功耗、面积以及晶体密度的要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Marvel通过与台积电的合作,将进一步拓展自身的锡片制造能力, 加快其在AI领域的布局。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